十一 别太相信爱情 心中要有爱 但请别说也别相信 那些穷瑶阿姨小说里面的山盟海誓 世上本无永恒 重要的是责任 但女人心还抵真 心变了 一切都成枉然 你要做的就是该出手时就出手 该放手时别犹豫 三十岁之前的爱情不是假的 但只是大多数人都没有能真正把握好的能力 所以学会量力而行 心变了 不会再想着多少转机 只会让自己痛苦万分 爱一个人有时放手才会让对方幸福 十二 别担心至今还保留初吻 爱情不再多而再精 别以为自己二十多岁还没碰过女孩子就害怕自己永远找不到老婆 以后你会有很多机会认识女孩子 要知道这个社会虽然男人多于女人 但现实是女人其实比男人更担心这个问题 男人三十亿枝花 四十花样年华 对于男人来说三十岁生命才刚刚开始 你在不断升职而不是在贬值 你怕个什么 成熟的爱情往往更美丽更长久 所以不要像疯狗一样看到女孩就想追 学会品味寂寞 别担心至今还保留初吻这句话会让人感到有点无能 但是男人最好以事业为中心 爱情的是看缘分吧 男人钱会不断升职 而女人的美丽会随时间而消逝 华尔街的投资专家们都认可这个事实 十三 不要沉迷于任何东西 所谓玩物而丧志 网络游戏是你在出校门之前玩的 你现在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花费到这上面 否则你透支的东西以后都得偿还 一个人要有兴趣 爱好 但请分清楚轻重 玩物丧志 不要做三国的阿斗 诸葛亮看到刘备编草帽就正色说 他不要忘了自己的志向 而后刘备听了才终成大业 如果你想一世碌碌无为的话 继续玩你的CS 继续玩你的传奇吧 当你通宵达旦的晚安天后 或许你装备和账号能卖个一二万元的 仅仅如此而已 十四 年轻没有失败 不要遇到挫折就灰心 年轻人要时刻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失败了 重来过 失去了 再争取别的 错过了 要分析 下次来 要把握 要把握 幼稚了 下次 成熟点 不要紧 会好的 哪怕到了极点 也不要放弃 相信一定可以挺过去 不要消极 不要消极 会好的 曾经的错 过去了 总不能回味在过去 现在的 很好 累完了 很舒服 不要伤 总会有人在支撑你 没有人一开始就会遇到对的 所以也不会做任何事情一开始就成功 一开始就成功的话 预示着你未来要重重摔个大跟头 十五 不要轻易崇拜或者鄙视一个人 人都有偶像 但请拥有你自己的个性 不要刻意去模仿一个人 因为你就是你 是唯一的 独一无二的 要有自信 也不要全盘否定一个人 每个人是有价值的 如果你不能理解他 也请学会接受 崇拜杰克逊的人 就没必要像他那样去做整容了 东施孝平的故事可是很出名的我 为什么要去模仿别人呢 为什么不能自己成为别人的对象 不要全盘否定一个人 是因为人不可貌相 看错了一个人 损失的会是你自己 十六 要有责任心 男人是社会的主体 不管你信或不信 所以男人应该有种责任感 不管你曾经怎样 但请从现在开始做一个正直的人 男人要有责任心 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上 一个有责任心的人 才能让别人有安全感 才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我们不要懦弱 但请不要伤害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 尤其是善良的女孩 因为这个世界善良的女孩不多了 即使不想拥有 但也请让她保持她美丽的心 责任心 责任心在很多人看起来似乎不孝一顾 但是作为一个男人 还是对你的家庭有点责任的好 浪子的行为听得光荣 其实终究有天 你的内心会很痛苦 十七 男人的外貌并不重要 不要为自己的长相升高而过分担心 一个心地善良 为人正直的男人远比那些空有英俊相貌 挺拔身材 但内心龌龊的男人要帅得多 如果有人以貌取人 请不要太在意 因为你不用去为一个低级趣味的人而难过 美国前总统林肯是一个挺丑的人 但是和他相处的人 却觉得他是一个很有魅力的人 极为受欢迎 他有一句话非常经典 人过了四十岁 要对你自己的长相负责 男人的外貌真的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你什么时候 能建立起你自己的人格魅力出来 十八 学会保护身体 不要以为现在抽烟喝酒 熬夜通宵也没什么事 那是因为你的身体 正处于你一生的黄金时段 三十岁以后 你就能明白力不从心这个词的意义了 身体是革命的本钱 没有好的身体 什么也做不了 所以要尽量让自己过有规律的健康生活 请爱惜自己的身体 三十岁之前 请爱惜自己的身体 前三十年你找病 后三十年病找你 如果你过了三十岁 你自然会懂得这个道理 时间会证明一切 但是千万不要用自己的身体做赌注 因为你输不起的 十九 别觉得一事无成 你现在还没有资格谈成功 当然如果你有千万资产的除外 一开始太固定的职业并不一定是好事 或许在不断的改行当中 你会学到更丰富的知识 而且可以挖掘出自己的潜能 找到最适合你的工作 如果什么东西都很容易得到的话 那生活就没意义了 对未来永远怀着希望吧 二十 请认真工作 即使你现在的工作再怎么无聊 再怎么低级 也请你认真去对待 要知道任何成功人士都是从最小的事做起 或许你现在学不到多么了不起的知识 但起码你要学会良好的工作态度和工作方法 这对以后很重要 当断不断 必受其乱 要么好好的工作 要么辞职做你喜欢的事情 二十一 请认真对待感情 不要羡慕那些换女人像换鞋一样的花花公子 逢场作戏的爱情只是让你浪费时间浪费精力 一个人最痛苦的不是找不到爱人 而是心中没有了爱 当你把我爱你三个字变成你最容易说的一句话时 那么你在爱情的世界里已经很难找到真正的幸福了 爱情没有公平 总有一个人比对方付出的多 即使没有结果 也别觉得不值 因为你的付出不光是为了他 也是为了你自己的爱 为爱付出是很可贵的 赞自己一下 太容易得到的东西都不会懂得珍惜 付出过的收获是珍贵的 不要羡慕花花公子 请谨记 一个男人的品位在于选择妻子 选择了什么样的妻子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人生 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品质应该是善良 贤惠 这是亘古不变的女性美德 而且百善孝为先 天下不知道有多少苦命的男人在受着自己的媳妇和自己亲妈之间的加班气 如果是我 要是我的女人敢问我我和你妈掉河里 你先救谁 我一准把她pass掉 这根本就不是人话 这是人讲的话吗 二十三 要学会感谢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默默陪在你身边的女人 因为 二十多岁的男人还很懵懂 而二十多岁的女人却很灿烂 二十多岁的男人处在一生中的最低点 对于男人来说 三十多岁 生命才开始 而二十多岁的女人却是她的大好华年 一生中最灿烂的年华和青春 二十多岁的男人不懂爱 不会爱却需要爱 而二十多岁的女人需要被爱 需要关怀 却要付出呵护 付出关怀 二十多岁的男人没钱 没事业 只有欲望 而二十多岁的女人空守着自己的韶光不在 二十多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的女人 是可以用一生去珍惜和呵护的 所以要学会感谢在二十多岁的时候默默陪在你身边的女人 即使分手 也请一定不要伤她太深 二十四 分手后不要做朋友 如果你和你前女友能做朋友 那么你要问自己 为什么如果分手后还是朋友 那么只有两个可能 你们当初都只是玩玩而已 没付出彼此最真的感情 或者 必定有个人是在默默地付出 无怨无悔 二十五 请留一点童心 在内心深处 哪怕只是一个很小的角落里 请保持一份童心 不是幼稚 但有的时候单纯一点会让你很快乐 所以不要太计较得失 生活本无完美 很多人看圣经 看易经 有的人看了后觉得十分无畏 都不知道为什么有人会这么尊崇 觉得无畏的人 是因为不能体会到作者内心的想法 不能发掘出更多的东西